去年5月台中有一名男子涉嫌失用毒品之后开车 结果骑车撞上了一对论级婚嫁的情侣 导致两人伤众不治 而男子随后接受警方的验尿 发现他的安非他命浓度是超标了有68倍之多 之后他又学不乖继续持有毒品被逮 一审判刑6年6个月 男子现在不服提起上诉 还辩称车祸前打了止痛针检验报告才会失针 但是他的说法也被院方打脸了 台中高分院维持一审判决还可以再上诉 去年5月一辆轿车逆向超速行驶 撞上执行的机车擦出大量活花 导致机车上一对论级婚嫁的情侣当场死亡 当场跟他采尿 那事后验出来是阳性 一验发现肇事的蔡新男子毒品反应超标68倍 已经精神恍惚还开车上路 没想到车祸后同年8月又被警方逮到持有毒品 没想到你刚才不是放口袋一边 跟香烟一起 毒驾撞死人后还学不乖继续吸毒 被检方以公共危险致死 还有毒品防治条例将他起诉 法官分别判处6年以及8个月 蔡新男子不服再提上诉 蔡新男子变称是指痛针的关系导致检验报告失真被医院打脸 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 击毒超标还开车上路撞死人 事后却把责任推给指痛针 企图减轻罪行 不过法院不财信 财新男子被判6年6个月徒刑 全案还能再上诉 记者台中综合报道